武漢肺炎疫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昨天紧急宣布扩大管制范围 凡是有中港澳旅行使的旅游使的 一律回来都要做居家检疫14天 这项新措施让许多旅客担心 如果只是在港澳转机 是不是也要居家检疫14天 最后指挥中心表示 转机不算入境 所以不用居家检疫 原本以为转机旅客可以安心回台 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部落客小只少爷飞不停表示 昨天搭国泰航空CX408班机 从香港转机返台 今天凌晨反抵国门 是台港线第一班抵台航班 原本以为可以顺利通关 没想到全机乘客通通收到居家检疫单 有其他同机旅客 忍不住向工作人员咆哮 不是说好不用吗 1922说不用啊 为什么只是转机也要关在家 小只少爷飞不停也说 第一时间向机场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是转机客 通知书上也标明是转机乘客 但全机竟然还是要居家检疫 事后他向苹果新闻网表示 有致电1922 服务人员表示 虽然行政院长说不用 但实际以现场防疫人员决定